两人两车魔旅亚欧 我们已经到莫斯科的郊外了 从喀山到莫斯科820公里 我们起了两天 这一路依然是壮阔平坦的草原 但地势多了起伏 没多久大片大片的茂密森林 映入眼帘 郁郁清清绵延无尽 我们的魔旅之徒 也终于从前面几千公里的草原单奏去 加入了欧洲大地的森林狂想曲 再往前呢 路边又点着了很多紫色悬疑草 或零星稀疏地藏着白花树下 或洋洋洒洒蔓延成紫色花海 让我忍不住在赶路中停了车 天白丝的 这是悬疑草 漂亮的花海 好看的吧 这魔旅之路就汇成一首草原和森林一迭 薰衣草和云霞匹林 夕阳和晚风相合的 波波虫就合选起了 这两天的路基本都很平直 大部分是双车道路 车速很快 我的白龙马M-MAX 基本是110以上的时速在跑 快的时候表显也到120级 但是其他小车都还是 速速速子弹头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 因为不方便停车 我们路上也没怎么拍视频 只是靠运动相机抓拍了几帧 夏诺城刚好在喀山和莫斯科的中间 距离两地都是400多公里 所以我们在那歇了一晚 昨天是平平无奇赶路的一天 400公里从喀山到这里 夏诺夫格罗德 没有故事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找的几家酒店 都满法 晚上10点 才托朋友的朋友帮忙找到后面这个酒店 而且只剩最后一个空房间了 据说最近是俄罗斯旅游忘记 得提前订访 这个酒店的名字叫 高尔基酒店的 然后我搜了一下才知道 这里原来是高尔基的故乡 它惨淡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然后这个城市一下子就变得有点亲近了 这大概也算是旅途故事吧 可惜我们这一次俄罗斯不停留 这个美丽的山水之城只能够匆匆路过了 现在已经是中午 已经算下午的两点多了 今天还要跑420公里到莫斯科 女模头她一个小时之前已经先往前跑了 她会在中间找个加油站休息等我 我刚才赶着把一条视频给剪出来 然后上船完 这边的网有点慢她 这会儿终于发布成功了 每天剪视频 传视频都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一边赶路还要一边忙着更新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网络不好的时候更是煎熬啊 赶紧的出发了 虽然传闻视频已经下午3点了 还有420公里要跑 但出夏诺城之前 我还是忍不住绕到福尔加河畔 看了两眼这条俄罗斯的母亲河 然后一路马不停蹄急速奔驰 其间有一段修路大堵车 但我的小摩托在车缝间游刃有余 轻松拿捏 快速通过了十几公里的堵车路 到加油站跟女模头会合后 我们一起汇入前往莫斯科的车流 在夕阳夕下时分 穿过井然有序的大拥堵 来到了车如流水的国际大都市 莫斯科 哈喽哈喽 当午节 快乐 当晚开了 太开心了 终于有博主到莫斯科来了 我心里是无限的欢喜 对 对 我心里是很难复权的